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会有大家下面评论嘛 人气比较高的是谁呢 刘欣宁 我就去点击去看 我说这个刘欣宁人气那么高 我去看看吧 什么绝世美女刘欣宁 我点击去看 哎呀好美啊 真的好漂亮 一看就是肯定是那种冷艳玫瑰高冷美女 结果认识了以后 什么 每天王一景 那其实大家住在酒店隔离的时候就认识了嘛 然后每天来酒店找我大半夜的不睡觉 每天在乔王一景开门 就是为什么跟我照片里认识的那个人不一样 就是照片里是那种 每天一开门王一景 嗯 就嗯 就对就是我发现的 什么 陈天南啊 赵月啊 嗯 珍妮啊 亦凡啊 嘉欣啊 什么 都都很多 嗯 大家都关系很好 像有些你跟他说 他是被你的美貌所吸引 然后 他被我美貌所吸引 哈哈 那一般是 那类型会吸引到你 就我也是被他美貌所吸引了 我不是说我去看就觉得他好美吗 这样子 然后没想到实际是个铁憨憨 这有啥不敢的呀 我学他抓鸡好了 嗯 嗯 你别 嗯 你拿开点啊 我可以 啊 我真害怕啊 你拿开点啊 哎 然后陆教练 陆教练我特别想学他那个 那天那个马思惠粉丝在那边喊 马思惠 马思惠 然后陆教练 他想看又不敢看 他会 马思惠 马思惠 就他那个表情 然后他总是就很捧场 陆教练真的是捧场王 然后每次所有人说了个什么 然后比如说 黄教练说什么 陆教练 陆教练呢 你先说 你先说 毛教练就很简单了 好 非常好 特派教练 毛教练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组表演让我其实非常地惊艳 对 我是有经验的 然后今天我觉得大家发挥都非常地好 我感到非常地荣幸 谢谢大家 不过这首歌特别火跟我有啥关系 跟是你爸爸带来的 我听说就是刚刚不想要你唱这首歌 是我 这首歌本来我自己是觉得 这首歌不是特别适合竞技 说实话 因为它是battle 当时那个场面也是十分地吓人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 要不要选一首就是 怎么说技巧比较稍微难一点的歌 说实话这首歌 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很难的技巧那种 然后我就想说 要不要换一个技巧性比较强的 然后也 也就是大家就说你 还是跟随你自己内心想吧 不要说去唱技巧 你去唱情感跟表达 我说那好吧 那就不换了 然后最后就唱这个 结果效果还不错 你真的以为我是泰国人 不是我是中国人 我只是一口气吃了三个奶奶 哎 四川女生可能就 你是在夸我 我好荣幸哦 我真的 哎呦 你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们山东 刷牙漂亮 真的吗 哎呦 还行吗 我觉得反正我 我找你就是那种 还可以反正也不算太丑 你哎呦哎呦不好意思 台湾你说真的吗 嗯 你这样讲人家很害羞哎 真的是 哎不要这样讲了 讨厌呢 我不能靠实力吃饭吗 哈 不能吗 就是大家会觉得 我觉得这些就比较杀雕 比较逗的事情 就是我没有觉得他好像是很 很好笑很杀雕 就是我觉得他 就我就是这样的 就 你懂吗 我不知道你们 就是你们觉得 你怎么杀雕了 就也还好吧 今天 我今天在楼下跟姐姐聊天 姐姐说有人在网上发我 往大腿上打阴影的视频 这不很正常吗 其他女艺人不会做吗 我真的很疑问 我真的很疑惑 让自己显瘦 不是每个女艺人都会做的事情吗 啊不会啦 我觉得 就挺好的 而且 而且我 我是小 从小就是很喜欢 去在舞台上表演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好事 而且我就很开心 能有这样的机会 前两天拍东西 然后还是有姐姐采访我说 我前几天我的 没有减肥之前的照片 在网上爆出去 这样子 对啊就是我也觉得没什么 你是不介意大家出的考古吗 我也不是不介意考古吧 就是你要是非要这样的话 那我也只能接受 就是 就我 但我觉得 就我 我我我你看到了就看到了 我也不会觉得 啊天哪好 好没面子什么 就因为呢 就是以前的我嘛 就是我就是 我以前就是个小胖子嘛 就 就是是真实的我 我以前确实就是那个 就是一百三十件小胖子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 去避讳的 或者说去可觉得什么羞耻的 那确实就是真实的我 嗯